今天要给大家演讲的是大自然与我 我们都生活在大自然里 大自然里有茂盛树木 还有美丽的花朵 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 这美丽的大自然要慢慢的离我们远去 发达的科技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便利的生活 但同时也在严重碎回我们的大自然 人们不在走路或骑自行车外出 满街都是汽车 拥挤街道和刺鼻的尾气充满了整个生活空间 树不在绿 花不在红 天不在蓝 云不在白 多自多台大自然要被钢筋水泥代替 同样大自然主人动物 都开始慢慢的变得稀少了 有些动物甚至绝种了 暑假的时候我会经常和我的家人去分离解餐 我们本来是渴望 我们本来是渴望想要享受一下大自然的宁静 但是刺耳的拒绝声破坏了这宝贵的宁静 这就是人类破坏大自然的神秘 我觉得人类应该少破坏大自然 比如说我们可以少用水 我们也可以比月纸少砍数 把我演讲到最终结束了 好谢谢我们的一号选手 现在请二号选手上台 各位评室老师 同学家宾们 大家好 今天我为大家演讲的题目是 大自然与我 大自然与我 从高耸的山顶往下看 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大海 戏长的椰子树梢 随着微风摇曳 仿佛正在对我们招手 碧绿的大海 在阳光的照应下 好像一大颗绿宝石 闪耀着令人炫目的光芒 展示凹翔的海鸥 好像在欢迎我的到来 我站在沙美岛上的一座大山 欣赏着美丽的风景 六年级的送干假期 爸爸开着车 带我跟妈妈到板胚码头 坐船前往美国胜收的沙美岛 才刚坐上船 眼前的美景就已让我精神为之一振 在船上时 爸爸负责看顾行李 我跟妈妈就乐得到船头拍照 看海天一色的壮破景观 一个小时后 船艇靠在沙美岛的码头 我们下船后便马上前往梦中的沙滩 记得那时已是下午三四点 我换上准备好的泳衣 泡上凉爽的海水 在清澈的浅滩里 我看到了五颜 六色的贝壳 甚至桃小螃蟹在我脚丫边散步 令我想到了小美人鱼里的塞巴斯蒂安 完累了 我便坐在金黄色的沙滩上休息 一边吃着买来的小吃 一边喝着冰镇的饮料 真是太舒服了 正当我享受买来的小吃时 成千上万的鸽子 忽然飞到我身旁 盯着我手上的食物看 好像是在求我分给他们吃 那无辜的眼神 实在是太可爱了 那次的沙美岛之旅 是我第一次这么享受接触大自然 沙美岛可说是人间天堂 有好吃的小吃 热情的居民和美丽的风景